三點就來了 穿著簡單休閒西裝 馬總統來到文山區老地盤 發發財經 看看排隊的人榮 這人氣可沒讓總統不開心 再發獎勵機給知情基層之餘 還不忘宣傳政績 很高興的一個消息就是 這個新生兒增加了 到21萬名 再滿83人 這是十年來的第二棒 或許是對應台北市長柯文哲 日前提到的國安危機說 馬總統特別強調了 台灣去年生育率創下家機 但談到家庭 每逢佳節被私親 新春談話裡 總統也流露了對母親的思念 對應久來說 今年跟往年不一樣 今年應久沒有機會 再陪媽媽買年菜了 想到唐朝大事王維的名句 每逢佳節被私親 就觸動我內心深處 對母親的懷念 馬年或許是馬總統 波折不斷低潮的一年 迎來了新的陽年 也希望能迎來整新的一面 記者黃建宇 黃維圓 彩峰報導 更誤實